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消息 就说无人机现在在国外是特别的火 但是很多大爷大妈们就不太乐意了 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太容易睡得着觉 而无人机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螺旋桨只要一启动起来 就会吵得不得了 这回它谈上事了 于是麻省理工的一个团队 就专门为此开发出了一个号称 能够实现精英效果的奇怪螺旋桨 出来本尊长成这副模样 有点像是做失败了的甜甜圈的造型 他们把它叫做环形螺旋桨 据说能够降噪50% 并且还不会损失推力 它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就是将原本开放的夜间涡流给兜回来 减少它的往外扩散 于是你就不怎么容易听得见了 这里要补充一下 夜间涡流的确是一个噪音的疯狂制造者 也是所有螺旋桨设计者都会着力去解决的问题了 你看很多螺旋桨的尖端要么是上翘的 要么是下弯的 要么造型就是跟主体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确实都是为了减少涡流 从而降低噪音 只不过这一次MIT实验室稍微走得远了一点点而已 但是我看了很多国外博主的测试 好像压根就没有那么神 那好 我手上正好有这么一个玩具的无人机 我是不是也能给它做一个环形螺旋桨出来 装上去试一下呢 好 说干就干 咱们用Fusion360建模 然后3D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打印好的环形螺旋桨了 既有用FDM打印出来的 也有用光固化打印出来的 咱们分别来试一试 先来装FDM的 可以看到 虽然我用的是层高只有0.1毫米的超精细打印 但是沉稳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在叶片较为薄的部位 其实已经有点打不出来了 这差不多就是FDM的极限了 所以打印出来的环形螺旋桨并不光滑 理论上是肯定会影响到气流的 但是咱也没有那么科学 就直接忽略了 另外打印这样的精细零件 也需要特别注意打印的速度 千万别太快了 你看这是我一开始用竹子来打印的 没有降低速度 而是使用了它默认的高速 直接就把正圆形打成了一个椭圆 所以好机器也是要好好设置才行的 反倒是这台响尾车X2 慢慢打印出来的要好很多 好装好了 其实下面这个六边形的孔 是比原装的稍微大了一些 只能说这次的模型勉强能用而已 我们就将就演示一下吧 我只是很担心光固化的孔能会更大 直接就在轴里面自由旋转了 好吧 开机测试 启动还不错哦 声音上面有区别吗 很难说啊 好像是要小那么一点点啊 对比一下 好 起飞 飞不起来 完全飞不起来 是环形螺眼角的效率太低了吗 不应该啊 好 对了 重量 你看原装螺眼角 0.6克 FDM环形螺眼角 1.6克 还怪不得 4个加起来比原先重了4克 可不要小看这4克啊 这对于这种迷你的无人机来说 已经是蛮大的重量了 光固化的会不会好一点呢 也是1.6克 好吧 那肯定也是飞不起来的了 但是不甘心啊 还是要试试的 另外 果然 光固化的溜边孔要更大一些 所以会在轴上滑动 只能把螺丝拧得要更紧一些 临时解决一下了 好吧 翻车的结果我是预料到了的 看来 它现在当不了原子了 已经当当气垫船 还差不多了 最后总结一下 我的这个环形螺眼角呢 可能是有问题的啊 1.可能是我设计的问题 让它达不到原来的效率 这个我后面会再尝试进行修改的 第二材料也有问题啊 不管是FDM用的PLA 还是光固化用的素质 它们都太重了 后面我会配合新设计 用碳纤维尼龙来打印 相比起来呢 它应该会更轻一些 所以希望 这样它就能够适得起来了 另外 你还有啥好的建议呢 或者你也跟我一起玩起来吧 谢谢大家